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作者 朱别林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我才认识到 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 都只是提醒我 活着 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 今天我明白了 这叫做真实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我才懂得 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 是多么的无理 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 那人也还没有做好准备 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今天我明白了 这叫做尊重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 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 如今 我称之为成熟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才明白 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方 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 由此 我得以平静 今天 我明白了 这叫做自信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 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 今天 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 做自己热爱 让心欢喜的事 用我的方式 我的韵律 今天 我明白了 这叫做单纯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 不论是饮食和人物 还是事情和环境 我远离一切 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 从前 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 但今天 我明白了 这是自爱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 不犯错误 我今天明白了 这叫做谦逊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 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 现在 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 今天 我活在此时此地 如此 日复一日 这就叫完美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明白 我的思虑 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 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 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 这种组合 我称之为 新的智慧 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 矛盾和问题 因为即使星星 有时也会碰在一起 形成新的世界 今天 我明白 这 就是 生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